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用张艺谋 你就随便一个电影学院毕业的学生都能拍成这样 所以我 而且第二我根本看不出来他为什么要花一千八百五十万 我看过那五分钟 我觉得那根本是我们哪家电视台 你给个几十万随便谁去拍就搞定了 就是内行人都说了 说这些片子 我都知道吗 大部分钟料 钟料镜头就可以解决了 即便你要拍点什么 说十几万 那么就 但是我我跟你说 我现在我对名人呢 有一个比方 烤鸭 你觉不觉着是个现代的名人呢 他就像烤鸭 你看他肯定很肥 但是所有人都看见他很肥 就是所有人看他很肥啊 他就天天烤 是吧 你越火 你不要火吗 你越火 你越烤 虽然有的名人啊 已经就是说 不管你们怎么闲言碎语 我反正打死我也不跟你们聊 我就不说 但是呢 你知道麻烦的就是啊 这个确实有些事情啊 到了某种程度 你不想说 你也不得不说 事关重大 所以连从来不吭声的张艺谋 不回应这些事的 对 也回应了 说我是被署名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我原来就是说要提提意见 可能也给他们提过意见 但是最后这个片子不是我拍的 我没有参与 而且我一开始就跟他们提出来了 不要数我的名字 可是后来他们在火车上播的时候 有人告诉我 数了我张艺谋的名字 我跟他们提出来 让他们拿下来 他们很支持 也没有拿下来 就有了这么一样的一个 当然重点在于说 那个钱它背后 因为假如说是一个付费行为 它当时完全是拒绝的话 那等于是那个拍片的那个单位是违法嘛 你完全抄袭嘛 等于我今天写了一个文章 我用梁文道三个字 可能写的比你好 就报名了 可能写的比你好 可是重点我不能用你名字嘛 然后张艺谋有什么做法吗 除了要求他们把名字拿下来以后 他没有继续行动吗 都可以告他 其实我觉得这整件事太中国了 也太铁道部了 首先他太铁道部的地方 铁道部从来给我们的印象就是 十万搞得定的事 它要花一千万 你看这宣传片 光一个短短的宣传片 他都这么弄 他等于是铁证如山的招告示的说 你看我们铁道部怎么会付这么多债 花了钱拿去了 就是这么花的 然后第二呢 就是我觉得这事也太中国了 就今天中国那种冒名 造假 什么盗用名人的事太多了 理发厅 深圳 东莞 张木头 哪一个理发厅随便弄有什么刘德华代言 他都可以 只是没想到连一个国家部 铁道部都干这样的事 没错 太中国了 对不起 这个我觉得 因为我也看到张艺谋否认这个部分 那我可能匆匆忙忙看遗漏了 我们一看清楚 他也没有否认 他有收钱 因为这个部分 我们说铁路局 他可以说一千八百多万 我们就 铁一谋一千五百万 对 我们就是要这个名 铁一谋 真正铁道部导演 铁一谋 张牟易 他说本来叫张牟易 后来写错字了 因为这个是整个事件的关键 假如他说 我们就觉得张艺谋三个字就值得了 只要他挂名 那后来不排除这个可能 是那个导演 或说艺术家 或说他的公司反悔 可能是看过那个片 觉得不好 或说当初合约没有签订妥当 我觉得中间还有很多细节 假如在一个文明社会里面 审则部的那个报告应该会出来的 一千八百五十万里面 可能有一千三百万 用在导演费 或说灯光 或说什么应酬费用 你要看的 这样才成为一个指标 说他值得还是不值得 我们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材料吧 应该我觉得这事闹这么大 它有关部门总得调查调查 对吧 但是就是说 你知道我就听过那种传说 当然你可以说是谣传 对吧 就是说这个铁道部 那个什么一个椅子 那卖 就一把椅子是多多万 然后呢 我们绝对要发展什么火车了 对吗 然后赶快让家里亲戚 成立公司 成立公司 缺什么 你就说我不是生产椅子的 没关系 赶快 你就中标 这次就说他也没有招标 说一千八百五十万 也没有招标 对吧 他就说 这个事我一直没见到 特别详实的调查结果 可是我在近期的另一个案子里 却看到了比较真的东西 山东的原来的副省长 每次视察都要跟女性开房 当然我最先看到 是因为这个吸引了我的注意 但是我又看到了别的 最近有一个山东原副省长 给拉下马来 就他原来在德州当头呢 就在山东那儿 就说他有一个爱好 他会到县里视察工作呀 每天晚上最后一个节目 就得跟年轻女性开房 说他有 那些女性是什么人 是当地小姐 还是她去视察的对象单位里面的女性呢 报道呢 就跟我们说到这里 反正他的被查处的问题啊 山东知情人士说 涉嫌卖官 几十万一个县官就这种啊 帮助亲属承揽德州重大的工程 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这个事情 就是说呀 为什么我说我有这个这个证明 就说他在上海的一个亲戚 这个山东是原副省长叫黄胜啊 他在上海一个亲戚啊 山东省委系统一个知情人士透露啊 经济问题大多跟他这个亲戚有关 他找人成立空壳公司 空壳公司 几乎这个空壳公司啊 承揽了这个黄胜在德州 他能插手到的所有工程 除了市里面的工程 还有下面县里的 甚至小到市政工程当中的路灯 采购都不放过呀 你知道吧 就是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一家烟台一家公司 承接了德州政府一家宾馆的工程 拖欠工程款 然后这公司就拖欠工程款 烟台的公司多次索要 无果 一天夜里 强行把宾馆的两辆车开走 就是中国这种 你是中国特色 要不然钱就把我按车开走 开走之后 黄胜知道之后 这是当地老大了 是吧 黄胜知道之后命令 封锁德州境内公路 把开走的车拦截在黄河北岸 你想我跟你说 曾殷权算什么 什么这个梁振英弄了个伪张建筑 现在我眼里在得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活动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你看这是内地媒体报道的 这不是我瞎说 黄胜喜欢玩弄年轻女性 每到视察 一天里最后一个节目 十有八九就到宾馆里 跟年轻女性开房 特别是这事也挺有意思 人民网的一位爱党爱国的网友 近日痛苦的说 黄胜玩弄的女性中 竟然有我的老婆 这位网友一向热爱毛主席 极力维护体制 把那些追求什么民主自由的网友 骂为汉奸卖国贼 如此忠心却不得好抱 他的老婆竟然遭到高官的玩弄 这我认为是真的假的 什么叫做玩弄 要么叫强奸 玩弄就是你自愿的 你可能为了贪图他的权利 或者说钱 有什么好处 你不愿放弃拒绝那个好处 谁甘于玩弄 每个玩弄背后一定是有甘于被玩弄 只能说他老婆给他戴绿帽 绿帽的另一边则是一个高官 那这位现在坚信 但是这不矛盾 我觉得他如果相信毛主席 热爱毛主席 我觉得不矛盾 因为他现在可以更加坚定的相信 毛主席是正确的 要扫荡所有的这些贪官 最近你知道吗 有一个庙 有一个庙 这个庙里叫红恩庙 红色的恩情 这个庙里除了摆菩萨是本来有的 同时又摆着毛主席 周恩来 朱德 马克思 恩格斯 十个领袖 但不是政府强迫的 政府也不会干戒战 完全是这个 老百姓 老百姓 他自己 他先是感受到 他就说 我们能够过上今天的好日子 都是这个毛主席 毛主席在的时候 我老婆不会给他玩弄 而且只要玩弄 一定是有人甘于被玩弄 这个概念 其实跟这个黄什么 黄圣 黄圣 那情况一样 我刚听你说什么 全部包山包海不放过 可是关键在于说 每一个这样的贪官背后 一定是一个集团 一定是可能每一个贪官出来 一定是有100人 200人犯错 不可能 这种失业香港不可能发生 因为你一定要申报 对不对 你这个招标的过程里面 谁跟谁有利益冲突 等等 那为什么他能够被容许这样做 那是整个集团 那我觉得只抓到 每次我看到这种新闻 我都好奇 怎么最后坐牢 或者舱壁的就只有一个人 那其他人去了哪里 那100人 200人 500个人去了 所以江慧敏又不懂国情了 这我们中共很强调一下 这是个别事件 大家不要过分扩大 禁止炒作 我跟你讲 你看你所研究的李敖 我也很喜欢 所以我经常注意他的讲话 那天我就听见他讲到一种说法 我没有听说过 就是他说这个你看怎么理解 他就演讲 他讲 说这个是现在中国大陆 就共产党有贪污的现象 他说但是跟一年的经济总量相比 他得出一个数字是千分之三 我想你也清楚他这个说法 他千分之三 他就说 你要看一个国家的主流 经济总量在这么样的一个增长 千分之三的贪污 不算什么太大的问题 到不了那么负面的程度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你大哥说话一定是对的 那我是后来看到一些学者 说这个数字是有点问题 现在比如说中国做了什么事 总会有人辩护说这是国情 国情这种辩护的讲法 过去是用来替自己辩护说 我们现在情况是这样 我们跟人家不一样 或者我们处在某个阶段 但是这个国情说 它背后有个假设 假设的是我们也想进步 我们有自己的理想 我们在迈向那个阶段 但现在不同了 我觉得现在就很好了 我们盛世了 我们现在最了不起了 所以今天的现实 全部都可以肯定 那我觉得假如真的没理想 还感觉我觉得 还可以明刀明仓的 做一些事情 有点像苏联时代 我们都知道 拉徐后非常腐败 到了一个阶段 到了一个阶段 拉徐后其中一本最畅烧的书 叫什么 叫行窥指南 对 很清楚的里面写 你想要一个通行证吗 大概两瓶福特加 三条烟 然后你想要拿一个行照吗 诈使执照吗 大概五条烟 八瓶酒 清清楚楚的 大家可以按照 我今天要去做个节目 我要替窦文涛脚底按摩三天 要替梁文道锤背 清清楚楚的 那最后就出状公司 我们现在也有这种书 你没见过 前阵子出了一本奇书吗 我还一直想再开券介绍 叫什么 为领导服务 你没见过吗 真有这本书 市面上卖 卖的还挺不错 现在网络版 它是小说吧 不 真的 是个指南书 讲的是专门教全国各地 做秘书 做书记 不是书记 做秘书 怎么样服务手掌 叫为手掌服务 然后专门怎么样伺候讨他 看他察言观色 他喜欢什么 那个妞不错 我怎么样怎么样 真的就这么一本书 上烟要上九五至尊 对 真有这么一本书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有一些时刻 不会过期 有一些画面 值得保存 严选刹那光辉 即使永恒的奥运 夺勤瞬间 带你重温当年呼吸停止 心跳加速的 纠点一刻 奥运夺勤时刻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船长千年 船长千年 量造工艺 历经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降向典范 红花狼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形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形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所以我觉得挺好 你知道啊 现在这局面 很多人都肯定了 我们这个局面叫做什么 叫领导为人民服务 人民又为领导服务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多和谐啊 但是倒不说别的 你比如说 也不说什么领导 我觉得 这中国的问题啊 不能光归咎于领导 那当然 我觉得这是啊 整个的一个 比如说我跟你说 我对北京的这个服务业 我体验过多年 当然也许我吹毛求疵 因为咱不能拿香港的标准来比 可是我的确 在这个电费 水费 供暖 供水 等等事项上 这里面既有国企业 可能因为没准 也掺杂一些民营的股份 这整个这个服务理念 我就是 就是说 粗略的这么跟他 跟他们讲一句 我总跟他们讲 我说这个北京的这个服务业啊 他的理念呢 就是把方便留给自己 把麻烦留给别人 你知道吗 就是 他甚至也挺高科技 弄这个卡 那个卡 但是呢 最后你看 他的目的都是 他自个儿收钱最方便 对 夸一下 这钱全到我这了 你们跑银行 跑断腿 你们这就一天出去 办不了几件事 那都是你 你们去跑 我这很有效 你知道吗 他反过来这个理念 他因为他根本没有竞争吗 你说的 北京的所有的公共服务 都是被垄断的吗 他不止被垄断 香港或者很多社会 福利经济国家 也都是国家提供各种各样的 这种公共服务 但起码人家是透明的 公开的 所有东西你都是能够审核的 监察到的 但是铁道部 你怎么监察他呢 你监察他 他诱人怎么样 但是神技术啊 对 没达到效果 不是啊 那你说了他诱人怎么样呢 到最后 他也念 拿他不怎么样 问题是 比如说牛奶的问题 说了那么多年了 你说你能拿他怎么样呢 你不能拿他怎么样啊 现在牛奶是一直在制定 一系列的这个行业标准 标准早就有了 标准问题 那你说那种种种服务 我们看到不同的城市 有不同的特点嘛 也有进步 可是我最受不了 去银行也好 邮局也好 那种叫什么 保安员那是警卫 总有个人站在那边 穿着制服的嘛 对 我们是拧号排队 那我拧号我排队就行了 他们还是在那边 呼来呼去的 跟你啦 要穿 要穿口这样 好像我感觉我坐牢一样 你知道吗 因为他就穿着制服嘛 站在那边嘛 我真怕他掏出一根警棍 警棒来打我 我可以说 这就是无奇不有 你知道这两天出现一个事 就是农妇黄满云和另外25位农民到镇政府去解决问题 时间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 他们要吃饭 于是就走到政府的那个饭堂 结果就就吃饭嘛 也没说不给钱啊 但是呢 派出所把他们抓了 拘留15天 说他们到这个食堂闹事儿 把政府工作人员的午饭都吃光了 弄得政府工作人员去的时候 没有问题 这扰乱 公共秩序去 对这个就是关键 那随时可以把你抓去15天 你知道吗 这是可以把把他拘留15天嘛 而且我觉得你刚才讲那种情况 嘉辉 你要考虑到一点就是这些穿着制服的人平常对很多香港来讲都觉得很陌生 为什么他们好像很粗暴 好像手上有点权就要用手上不行不行 就就就就好像很有威严一样 其实这些人是最没有权力的人 在他整个制度底下 在整个团队底下 他是最底层最前线的人 他之所以这样行使他手上仅有的权力 是因为他平常所知道的权力行使方法就只有这一套 他的上头也是这样对他 他看到所有人都是这么跟他说话 就觉得中国今天比较惨的地方是 我们大家学习有权力怎么用啊 我们都在学人家怎么用 看看他怎么用 我们往上学 我们往上学来的就是这个 就只有这样 所以就是我在内地经常人家问我那种感觉 我的说法就是说 当你在成长过程里面 很小很小 甚至从来没有被尊重的时候 你长大了 你是不懂得尊重别人的 因为你从小在学校 要做你个子不高 被排在后面 你要妈妈去送个红包给老师 你才能往前掉 当你从小学一年级 就有这种经验以后 你长大你不会尊重别人 你不会瞧得起别人 而且那种愤怒会在你心底 总有机会要爆发出来 但是你看我还是认为啊 这个国家它是一个成长阶段中 因为尤其我作为一个大陆人 你知道有些时候真的 它不是它是全社会的一个问题 你就好比我给你讲一个很简单的事啊 我就像我们 我们在北京的这个公司啊 我们整天都在讲啊 要建立岗位责任制 你觉得这个在大陆任何一个公司办公室 都会天天讲 月月讲 年年讲 就说咱们要建立岗位责任制 我从来没有听香港的哪个公司说 我们要建立岗位责任制 这是个不言自明的一个常识 但是为什么换到我们北方 我们要 就是说 你的一个工作岗位 就要一个人负责啊 你你要负责 但是为什么天天讲 月月讲 年年讲呢 为什么香港人都知道啊 这个 你就看出来 我的意思啊 它是个发展阶段的问题 不简单的是一个共产党的问题 里面还有个制度安排的问题 像香港啊 除了说每个人都知道以外 这是你专业的部分啊 不用说 另外他真的把责任 把工作只交代给你一个 在内地不会 一个工作可能招待了 安排了五六 这六个人来做 大家会有三个问题 而且问题是那个权力到底在哪 始终搞不清嘛 我们在大陆最常听人讲的一句话 这事谁说了算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基安楼管文明启示录 从来不会有人跟你说 这事我们好好商量商量